第五章 善良的代价 一 从正门进入奴隶市场的一般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来卖 另一种是来买 来贩卖的自然都是些商人或者家庭贫瘠到没办法出卖自身或者儿女的人 而买的 则都是一些达官显贵 但不论是那一种 都很难产生出施舍这种情绪 商人重力 不会理会乞丐 贫穷的人自己都还养不活 更别说他人了 至于那些贵族们 更担心的是被乞丐弄脏自己华丽的衣服 所以 这个小乞丐选择这里来乞讨 显然不是很明智 如果她的身体再健壮一点的话 说不定会被当成奴隶贩卖 但她实在很瘦小 再加上肮脏的身体 在那些贩卖努力的商人们眼中 她甚至还不如洗澡水值钱 第一次见到乞丐 心底单纯的阴烛心中暗想 看她的样子似乎也就和我差不多大 可是 她却这么瘦小 三岁没了母亲 十岁被父亲抛弃 这是多么可怜的遭遇啊 怜惜之情 油然而生 下意识地走到那乞丐面前听了下来 小乞丐看到面前有人停下 顿时眼中一亮 大爷 大爷求求您赏点钱吧 给你 阴烛从怀中抓出自己放在身上准备买脚马的全部金币 大约有三十多眉的样子 双手捧到那小乞丐面前 放入她伸出来的手中 小乞丐一呆 她看到的 是阴烛那双成澈的没有半分杂质的黑眸 不知道为什么 内心深处心弦猛地颤抖了一下 不过 很快就被得到金币的喜悦代替了 谢谢 谢谢大爷 颤抖着双手 她几乎是惊慌中将金币飞快地揣入怀中 动作之快 连阴烛都吓了一跳 快起来吧 地上凉 一边说着 阴烛丝毫不顾对方手上的肮脏 拉住她的双手 她感觉到那是一双很柔软的手 手虽然很小 但手指却非常修长 小乞丐此时是低着头的 在阳光的照耀下 正好看到阴烛手上闪烁着光芒的空间戒指 她那双纤细而灵巧的手略微地颤抖了一下 这才在阴烛的拉拽之中站了起来 感激的道 大爷 谢谢你 你真是个好人 因为站起的动作过猛 她的身体和阴烛略微接触了一下 在阴烛用力握住她的手扶稳她的时候 她那双纤细而修长的手轻轻一抹 做出了一个隐秘的动作 阴烛笑了 温和而善良的笑容就像是天使一般 她觉得心里很舒服 暗想 原来帮助人的感觉是这么好 再见 向小乞丐挥了挥手 她这才走入奴隶市场之中 看着阴烛消失的背影 小乞丐眼中流露出几分挣扎 一咬牙 飞快地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 眨眼间钻入人群之中 消失不见 奴隶市场分为七个区域 最外面的 是贩卖低等平民奴隶的地方 在这里 即使是一名健壮的人类奴隶 也不过价值五十个金币而已 下一个区域就是贩卖一些低等魔兽的地方 之后的五个区域 随着越来越深入 贩卖的东西也变得越来越昂贵 当然 在罗尔这样的小城之中 并不会有太多珍贵的物品出售 只有那些大城市的奴隶市场 才有真正的好东西 譬如迅龙和精灵族美女 叶阴竹一进入奴隶市场 第一个感觉就是嘈杂 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地在他耳边响起 这里很大 一时间 毫无经验的他 又怎么会知道到哪里去买脚马 赶忙走到一名路过的中年男子 身前问道 大叔 您好 请问哪里有卖脚马的 中年男子看上去四十多岁的样子 一身精致的黑色皮甲 在左胸位置上印有一个剑和盾牌交叉的徽章 上面还缠绕着荆棘的图案 身材高大的盒子有一拼 背后背着一柄长达一米五的双手中剑 你要买脚马呀 我也正好要去 我带你去吧 中年人豪爽地说道 太好了 谢谢您 大叔 音竹很有礼貌地感谢着中年人 多年在秦英中 潜移默化出来的优雅气质 油然而生 再加上他英俊的外表 很容易给人好感 中年人带着英竹向奴隶市场里面走去 一边走一边问道 小兄弟 我叫格恩 你叫什么名字 哪来的 我叫叶英竹 从阿卡迪亚来的 你的名字真怪 哦 我们到了 一边说着 格恩指了指前面一个巨大的棚子 一进马棚 一股扑鼻的腥骚味道 令阴竹不禁眉头大皱 他习惯了避空海中清新的空气 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中 实在感觉到很别扭 马棚内大约有几十匹脚马 马贩子正在和一些客人们商量着价钱 格恩对这种环境似乎很熟悉 罗尔城的奴隶市场也就这样了 要是以后你到大城市的奴隶市场 就能看到超大型的马棚 那里才有上好的脚马 至少有数百匹可以挑选的 马贩子似乎是认识格恩的 看到走过来顿时分出一人赢了上来 哟 这不是格恩团长吗 怎么 你们又有行动了 这些脚马都是新来的 挑选一些吧 格恩哼了一声 道 哈特 你的脚马是什么水平 我还不知道吗 行了 给我挑选二十匹强壮一些的 哦 对了 给这位小兄弟也挑选一匹 哈特赶忙笑着答应一声 飞快地去挑选脚马了 一会儿的功夫 21匹脚马 已经拉了上来 格恩 显然是他的老主顾了 也没有再去仔细挑选 从怀中摸出一个钱袋 老规矩 五个金币两匹 这是五十个金币 你数数 哈特接过钱袋随手揣入怀中 笑道 数什么 难道我还不相信你吗 你们铁金级佣兵团 可是我们罗尔城唯一的常驻佣兵团呢 格恩苦笑一声 道 你以为我喜欢在这个鬼地方驻扎吗 没有实力 根本不可能在那些大城市落脚 好了 这个小兄弟是我带来的 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就给他便宜一点 两个金币好了 小兄弟 你自己从这21匹里面挑选吧 虽然不是什么上等脚马 但哈特这里的耐力都还不错 英竹自然看得出格恩买脚马的价格 是优惠价格 谢谢你 格恩大叔 他随身携带的金币都给了刚才那个小乞丐了 下意识地催动精神力去从空间戒指中取钱 但是 下一刻他脸上的神色却已经僵硬了 双手伸出 八根手指上空空如也 只剩下带着空间戒指的那根手指上 还有戒指留下的痕迹 哎 我的空间戒指丢了 英竹惊呼一声 恐慌的感觉 骤然袭上心头 空间戒指本身就非常珍贵 但对于他来说 更珍贵的是戒指中的五张古琴啊 还有琴商给他的信 以及剩余的金币全部都在戒指之中 此时戒指一丢 他立刻就变得一穷二白 小兄弟 你这是 格恩也被英竹突然的反应 吓了一跳 英竹没有回答 澄澈的黑眸中 闪过一道冷光 闭上双眼 一层淡淡的红色光芒 从他眉心处 悄然释放 在他面前形成一个暗红色的魔法六芒星 作者 唐家三少 等一下 别走 还有 作者说 嘿嘿 叶英竹的戒指丢了 琴也丢了 大家别骂 小三虐待他 等到了米兰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多的就不透露了 大家慢慢看吧 顺便说一句 明天的三章更新 最后 本书的第一名美女 就要出场喽 请注意 我没说过 她是女主角 也没说她不是 大家自己慢慢看吧 嘿嘿 感谢 感谢